哈喽,哈喽大家好呀 今天又是一期胖妹穿搭分享 不是微胖,是真胖妹子穿搭分享 先从我身上这件开始说起 这件衣服主要吸引我的当然就是它的花色 还有这个领,这个领子好喜欢 然后这个花色我也特别喜欢 在泡泡袖的选择上面 我不会挑那种比较短小的 因为我的肩膀还是非常的粗 非常的壮,而且非常的长 所以基本上需要一些长的泡泡袖 才能盖住它 这件衣服我自己觉得穿上还是蛮法式 小清新的那种 这件衣服就是我录食品的时候 穿的次数最多的一次 因为我觉得它色彩非常饱满 而且不会特别的抢劲 穿起来还是蛮小清新的那种 这件衣服当时我看中的当然也是这个花色 包括它这个大方领的这个设计 还有它这个泡泡袖 就是长一点的泡泡袖 和它也可以当作一只肩船 颜色也是特别特别的小清新 我就特别迷这种碎花小清新 个人觉得像我们这种真胖妹子 这种大领子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就是大领子会稍微显瘦一些 然后就是这件黑色的小裙子 这件黑色的小裙子还是非常显瘦的 其实最吸引我的就是它的这个扣子的这个款式 它扣的是那种就是双排的 又有一种职业又有一种休闲的那种结合的感觉 然后当时这个裙子是有一个黑色和一个紫色 然后选择黑色 反正黑色像我们这种泡妹子穿起来 就不会怎么出错反正是 这件黑色的衣服还有这个碎花裙 还有我身上的这个衣服 它都不是长款的 是三个中长款的 基本上对我来说就是大腿那个位置 膝盖上面 这个是长裙 这个领子我真的好喜欢啊 就是这种蕾丝的 好喜欢这个领子 这个衣服特别特别适合去海边 因为它的这个裙摆特别特别的飘逸 特别特别的轻 是那种非常轻的那种学法 所以我觉得去海边那种海风一吹 拍照一定特别特别漂亮 当时我看着这个衣服我就觉得 哇好霸气啊 就是长裙一直到脚那个地方 我觉得个子高一点的妹子穿这种长裙啊 大长裙 就是特别的洒 特别的A 然后就是这个白色的长款 连衣裙 它真的好长啊 而且它的料特别特别特别的软 这软的布料还不是学法的那种 软的那种布料 摸起来特别舒服的那种 这个白裙子好像放到脸上面了 变白是不是 有显白的作用 这个白色的大方领裙子 也可以作为一字兼 再加上这个泡泡秀啊 也跟上这种大长裙 感觉自己像公主一样 这件裙子 这件裙子是改良版的小气包 这件裙子不适合夏天穿 因为它的布特别特别的厚啊 也是我去年冬天的时候买的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裙子 但是我一直没有机会去介绍它 一直都是夏天夏天夏天 我今天终于忍不住了 因为我要把它收起来了 所以我就把它给介绍一下 这件裙子虽然是布的 但是它是很有弹性的那种 特别的显高 我这条袖子是那种雪爽的袖子 我高领的衣服真的非常非常的少 除了这种小气包 我真的不会买高领的衣服 因为我的脖子真的很短的 其实我的脖子很短的 这件小气包真的是 目前为止我最爱最爱的裙子 这些小气包都是我单纯的 私人分享 没有任何推广 当然我的眼光也不是怎么好 分享了也比较的局限 然后大家如果有推荐的大马女装 或者有希望我试一下 穿上身的衣服 也都可以发链接给我